上集说到 游戏开发部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了大家 当大家都不知道要怎么处理接下来的事情时 好景出现在了这里 在得知一切后表示我们一起去救爱丽丝吧 他们也得到了学生会和工程部的帮助 然后就开始了作战计划 让CNC去对付自己 其他人趁机会去救爱丽丝 但是没有CNC的占领 游戏开发部和工程部也无法解决 立洋派过来的机器人潜卫军 被尼塔斯的通讯还被中断了 当一切都往历史的情况发展的时候 千询赶来救场 到底接下来会如何发展呢 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那我们的千询成功救场 也回复了被尼塔斯的通讯 虽然这个爱丽丝的通讯网是立洋在掌握的 但他们可是有杨葵的秘密武器 没错就是禁止 千询使用了禁止来害了爱丽丝的网络 甚至还让立洋退场了 所以让禁止被学生会没收呢 其实都是杨葵的计划 但现在禁止在保管锁啊 千询表示这点的话呢 运动部的景来帮忙了 没错景在得知爱丽丝的事情后呢 也决定来帮助他们 但现在千询他们其实也在对付着五人机 所以人称多久他们也不知道 而且就算用了禁止 防火箱也还是有反应 被尼塔斯就表示 就交给我们吧 我们会用禁资源来维持网络的 于是现在引导游戏开发部 他们的工作呢 就交给了千询了 甚至现在前卫军的动作变慢的机会 工程部使用了花了半年的经费 制作着全新远距离影响 虽然看起来像火箭就是了 发射打倒的前卫军 但工程部的体力呢也消耗完了 于是就无法和游戏开发部 他们继续前进了 工程部现在只能帮他们加油打气 游戏开发部就继续前进了 画面去到了我们CNC上 虽然既使用的武装 还和灵柳进行一对一单挑 但还是处于劣势 而且CNC的其他成员 靠着明日耐着幸运 成功突破的迷宫来到了记忆的面前 G基本上也没有胜算了 这样也要G撤退 G也成功撤退了 所以CNC也决定要去跟老师会合 在千寻的引导下 他们成功去到了囚禁爱丽丝的高楼 也在这里遇到了CNC 但既然是爱丽丝所在的地方 那就不可能没有守门员 没错 G就是那个守门员 虽然G面对CNC没有胜算 但利安表示他允许G使用 原本是用来对付无名诸神的王蕊的动力装甲 突然的天空有个东西掉了下来 里面的东西呢 就是哈门口证的动力装甲 G也使用了那个装甲 G的装甲会在子弹命中他之前将子弹击弱 所以哈门的攻击根本就无法命中击 但这么庞大的数据量和计算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天寻也想到了 难道是制作城市的所有电力和远算能力 都集中在那个装甲了 就是因为这样才有如此的计算能力吗 也表示这个已经不是战术人解决的程度了 利安也认为接下来只需要处理老师 就没有东西人赢他们了 老师也开始思考获胜的方法 然后老师也想到了一个办法 因为竟然那个装甲是对路上专用的 但如果战场不是在路上的话 会不会就有胜算呢 于是就叫了灵友来帮忙完成作战计划 他们跑到了高楼的楼顶 在记忆追下来的之后呢 他们大概是用了炸药什么的 加上灵友的撞击把记撞出了高楼 灵友也跟着跳了下去 灵友说道 你不会说你还会飞吧 然后就在下降的过程中呢 对记法动攻击 记也收到了一些损伤 但很快的因为装甲的运算能力 很快的就完成了计算 好像是真的完成了在空中行动的能力 然后记和灵友呢 就在下降的过程中开始对决 最后他没有同时落在了地面 但记看起来是没什么伤害 不过没有装甲的灵友呢 受到了很重的伤害 然后就晕得过去 于是陶琴就使用了工程部给的东西 那个东西就是闪光弹 成功影响了记忆的视线 带着灵友离开了这里 他们躲了起来 现在的情况是 最强的灵友已经倒下了 而剩下的人呢 面对记也没有胜算 基本上他们已经陷入死局了 但灵友醒来了 他表示他不能接受 虽然现在自己的手腕是不是动不了 脚的韧带也好像断了 走一步路都感觉要吐了 但不可能因为这种程度就放弃 而你们的信念就只有这种程度吗 反正身体上的伤人就靠毅力撑过去 我们为了救爱丽丝都带到的是你了 就不可能现在就放弃 但面对如作弊玩家的记忆 到底要怎么才能打赢呢 又只表示自己有办法 因为在灵友和季对决的时候呢 虽然只有这么一瞬间 他看到了灵友的攻击奏效了 千询也根据情报做出了假设 记得装甲可能是有破绽的 毕竟丽丝也说过 受到爱丽丝都网络的辅助 可以透过演算来击碎所有攻击 或者是加以回避 这个看起来是真的 但目前为止 季从来都没有同时进行过这两件事情 可能是因为武装虽然运算能力确实很强 但还是有一个极限 因为在高楼坠落的时候呢 立昂表示坠落都能计算 所以灵友的攻击之所以能生效 就是因为计算能力都用在了计算坠落上 但问题是从高楼坠落的方法呢 也没有办法用第二次了 于是他们必须要有另一个计划 幼泽也问了灵友是要近距离战斗 是不是可以赢 灵友也表示 只要解决了那个无法击中的问题 他就能赢下 于是幼泽表示是所使用我们的套路技了 虽然幼泽给说的作战计划呢 有点乱来 但灵友表示是幼泽想出来的计划 而他是不管陷入了什么危机 都愿意为同班挺身而出的人 所以他的作战计划 自己怎么可能不喜欢呢 但自己不会强迫大家去进行这个计划 如果不想的话呢 就交给他进行就可以了 但CNC的成员怎么可能会让灵友自己上呢 虽然他们也同意了这个作战计划 天寻也表示 既然大家都接受了这个作战计划 但我也刚好找到了适合作战计划的地点 就开始导航了 然后他们就前去和G进行对决 他们也打进了高楼里面 力昂也开始想不可能吧 老师会突然做出这种计划吗 突然的他觉得有种奇怪的感觉 就允许即使用主炮 这一集直接击中了灵友 力昂也开始思考 自己竟然会因为有奇怪的感觉 而不是因为合理性而做出了这个决定 但他还是认为自己赢了 也对老师感到失望 因为胜率和数据都已经证明了是不可能赢的 但朱英表示 我们可不是根据这个来战斗的 毕竟灵友也熟过 胜算和可能性什么的都无所谓了 反正只要救出爱丽丝就行 看着这样的灵友 朱英也认为在与爱丽丝结束后 灵友也一点一点的慢慢改变了 而且为了拯救同伴而踏上暴险呢 现在我们就像是游戏主角一样呢 虽然他也和立昂说 我们是为了救出重要的同伴才进行战斗的 而且立昂也不会忘了吧 灵友的另外一个称号 灵友代号doubleo 我们牵连四月胜利的象征 抓住你的 虽然我们的灵友被真面击中 但他表示最近才刚吃了一发类似的东西啊 而千军也害热了他们身后的电梯 灵友就把自己打进了电梯里 这个立昂电梯的想法呢 是之前淘起新游戏的点子 而立昂电梯是为了让电梯坏速行动 来达到坠落的效果 来让装甲的远上人力都滑在坠落上 来瘫痪装甲的回避系统 所以现在没有了退避人力的装甲 又在近距离和灵友对决 基本上是输定了 灵友也说到 我之前已经说过了吧 人在我的领域击败我的人 在这个奇葡托斯 一个也没有 然后他们就在电梯对决 灵友也成功打败了自己 这个就是千年最强的战力 灵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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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